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美國和中共的貿易談判代表達成了一個階段性的協議 我看見這條消息下面有一個網友留言說 川普又上當了,我相信很多人很多朋友有相同的觀點 所以說今天要來講一講到底是川普上當還是習近平上鉤 那現在講一講所謂的第一階段協議的內容和它的性質 所謂的談判就是雙方互相妥協,各自讓步,最後達成協議 那我們先來看一看中共方面有哪一些讓步,做了哪一些承諾 中共的承諾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個承諾就是要購買400到500億的美國的農產品 第二個承諾就是要控制人民幣的匯率 中美雙方就這個問題控制人民幣匯率達成了一個原則性的協議 那第三個就是承諾要停止強制性的技術轉讓,保護知識產權 第四個承諾就是要不分的開放市場準入 主要是要讓美國的金融企業進入中國 中共一共做了這四個承諾,而川普他只做了一個承諾 就是在10月15號這一天不繼續增加關稅 兩個月之前川普宣布要在今年10月1號 把針對中國2500億美元的這個產品增加關稅 從25%提高到30%,後來中共一再請求 川普就把這個增稅的時間從10月1號改到了15號 因為11是中共的國慶 這個時候增加關稅實在是太不給面子了 所以川普就把這個日子推遲了半個月 那現在又把這5%的原本要增加的這個關稅取消了 這就是川普唯一做出的一個承諾,一個讓步 說白了就是川普把自己幾個月之前說過的一句話收回來了 不付諸實施了,再說的明白一點 就是川普把過去說的這一句話拿來作為籌碼 一句話就換得了四五百億美金的合同 一句話就換得了中共在四個方面做出巨大的讓步 所以說我就是不明白為什麼還有人覺得是川普上當了 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講,我都不認為川普上了習近平的當 反而我倒是認為習近平上了川普的勾 為什麼這麼說呢?這一次的所謂的第一階段協議 川普已經向媒體透露了,現在還沒有形成正式的文本 也就是說這只是一個口頭協議 雙方正式簽署這個協議要等到下一個月 下個月習近平和川普要在智利的聖地雅各 一起出席APEC峰會,也就是說 在正式簽署這個文件之前,這只是一個君子協定 那如果是其中有一方不是君子 不理循這個口頭的承諾,那麼這個協議也簽不成 那這就是川普留了一手不讓中共出爾反爾 以前中共有很多次承諾要大量購買美國農產品 但是最後都是雷聲大雨點小 那這一次中共又承諾要買400到500億美金的農產品 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雷聲很大 但是最後是不是還會雨點很小呢?如果雨點很小怎麼辦呢? 所以說現在川普就給中共留了一個考驗期 如果在今後一個多月的時間 中共不大量的購買美國的農產品 那下一次峰會上面,川普就會當面給習近平難堪 不跟他簽訂這個階段性的協議 所以今後的一個多月,習近平實際上是被川普的勾子給勾住了 在兩個多月之前,川普還說過另外的一句話 那就是要對另外3000億美金的中共出口美國的商品 要加增5%的關稅 現在這個關稅是10%,到12月份的時候就要變成15% 那這一部分的關稅是不在第一階段的協議裡面的 所以這一部分的關稅,川普還是可以繼續增加的 而且增加多少,最後川普他還可以自己說了算 所以說川普他是把這句話還留著 作為下一次第二階段談判的籌碼 同時也作為強迫習近平履行第一階段協議的工具 所以這也是習近平擺脫不掉的一個勾子 那我們聽到了這個協議的內容 我相信這只是整個協議的一部分 是可以向大家公開的這一部分 可能協議裡面還有一些隱藏的部分 大國之間的博弈,尤其是像川普這種老狐狸 他是絕對不會把所有的內幕都拿出來給人家看的 而習近平在這方面,他也可能需要做一些遮掩 比如說他做出了一些讓步,實在是這些讓步太大了 那他也不敢公開,因為一公開出來 就有可能被黨內的這個反習勢力 還有民間的這些毛左奮青群起而攻之 罵他說他是這個軟骨頭甚至是賣國賊 就像今年四月份中美雙方 他就簽訂了一個長達150頁的備忘錄 中共從來不敢公開這個備忘錄的內容 就是因為備忘錄裡面中共讓步太大了 後來在他們的這個政治局討論 是否通過這個備忘錄的條款的時候 習近平就受到了黨內高層的巨大的壓力 最後不得已,他只能說把它取消了 那麼這一次習近平是絕對有可能 他暫時的不公佈一些協議的內容 等到四中全會之後 或者是等到某一天他把黨內的反對派 徹底的打垮了之後 再來公佈一個完整的文本 雖然這只是我個人的一些猜測 但是不能夠排除這種可能性 那川普以前說過 他是不接受這個不分協議的 他只想要全面的協議 那這一次為什麼他又接受了這個階段性的協議呢? 我只能說川普實在是太狡猾了 過去中共認為美國人是錢多人傻 那這個傻的並不是說他們智商不高 人家的這個科技科學技術文化 還是領先全世界的智商不會高不會低 中共說他們傻主要是認為他們太實稱了 不會玩陰謀詭計 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吃了虧也不反悔 這一次中共遇到了川普 肯定再也不會說美國人傻了 因為川普他比中共還要善於漫天要價 比中共還要善於深東激西 還要善於出爾反爾 他過去說一定要全面協議那就是漫天要價 就是讓中共感覺到壓力三大 最後他們就把實現這個階段性的協議 當成一個重要目標了 為了實現這個階段性協議 他們就在四個方面做出重大讓步 而川普他沒有付出任何實質性的代價 只不過是把自己過去說的一句話收回了而已 可以說他是毫無損失毫髮無傷 而且這個協議對他明年的這個選情非常有利 達成這個協議對於川普實在是太有利了 第一個就是這四五百億的這個農產品的合同 一簽下來這會讓美國的這些農民把川普愛的死去活來 那如果這個合同得到執行了 那麼在明年大選當中 美國中西部的那些農業地區就會成為川普的票倉 第二個就是華爾街過去的這些一直反對川普的那些精英 金融界的精英 他們也會變成川普的這個支持者 即使不是鐵粉也會減少對川普的敵意 因為川普幫他們進入中國市場了 那第三就是美國的還在中國的一些美國企業 他們也會支持川普,因為這個協議保護他們 中共再也不能夠強制拿走他們的這些核心技術了 這就有助於他們保持企業的競爭力 那第四呢,美國的製造業都會支持川普的這個協議 因為這個協議是要讓中共不能夠隨意貶值人民幣 這樣就增加了美國產品的競爭力 所以面對這麼多的這個好處 而且川普是不用付出任何十字心代價 那就可以得到這麼些好處 川普怎麼能夠抵禦這種誘惑呢? 理所當然的,他就會接受這個第一階段的協議 那這個協議對中國老百姓也是非常有好處的 現在中國的這個食品價格漲得非常的快 增加了很多老百姓的負擔 而且將來還有可能出現糧食危機 那這個時候大量的進口美國的糧食 這就有助於降低各類食品的價格 與其讓習近平拿著這麼多的錢去大傻幣 與其讓中共的權貴拿著這些錢把它轉移到海外 還不如逼迫著他們,讓他們拿出四五百億美金來買糧食 無論是這個川普到底是有心還是無意 客觀上他這是在逼迫中共把錢花在老百姓身上 那我也知道現在有一些朋友最擔心的是 這個貿易戰就這麼結束了 讓中共又緩過一口氣來,又大把大把的賺外匯 然後用這些錢又來鎮壓國內的老百姓 我認為這種擔心是多餘的 即使是沒有貿易戰,中共的這個經濟體系也一定會垮掉 因為它整個經濟結構是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是不公平的 造成就恆大一部分的這個勞動者他們永遠是窮人 而且他們的子女也是窮人,窮人太多了 就不能夠培育一個很完整的國內的市場 十幾億人的一個龐大的經濟體 你怎麼可能長久的依靠外國的市場來發展呢? 那發展的一定程度就一定會遇到瓶頸 就一定會出現危機,就一定會導致崩潰 那再說了,人家外國的市場 也不能夠長期的忍受你這個不平衡的貿易 就像美國,中國每年輸出美國的商品是5000多億美金 美國出口中國的商品只有1000多億美金 時間一長,美國的經濟就受不了這麼大的貿易赤字 所以即使是沒有其他的政治、軍事的這些因素 這個貿易戰也一定會打起來 而且一定會打到貿易基本平衡為止 因為不平衡這個貿易,美國的經濟就會受不了 就會出現大的危機 而中共在這方面呢,他們也沒有多少退路 這就像一個吸毒成癮的傢伙 他每天要打兩針海洛因才能夠過日子 那中共每年從美國的這個3000多億美金的貿易順差 只有得到了這個順差,他才能夠維持現在經濟體系的運轉 你川普讓他平衡貿易,這就是等於讓他馬上戒毒 這就是等於讓他去死,他是絕對不會幹的 在這個貿易談判結束以後,這輪的結束以後 美國財政部長魯欽他就說了 現在離達成一個全面的協議,距離還要很遠 雙方還有一些根本的分歧 所以說大家放心,這個貿易戰還會繼續打下去 實際上現在還在繼續打 因為美國過去徵收的那些關稅,他並沒有取消 只不過是現在不繼續,暫時不繼續加徵了而已 現在貿易戰只是暫時沒有升級而已 但是今後一定會升級,因為即使這個協議最後簽成了 雙方也能夠執行這個協議了 那麼還有下一階段的談判,在下一階段談判當中 中共一定又會像以前一樣,能拖就拖,能騙就騙 川普他也一定會像以前一樣,對中共窮追猛打 不把中共打服,就會把中共打死 今天呢,同意我觀點的朋友請點贊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謝謝大家的關注,下次再見 好,先來看